《新時國庭新聞》 歡迎收聽《新時國庭新聞》 我是Doris 美國國會一個兩黨議員小組 6月13日表示 他們已經就一項立法達成共識 這項立法將賦予美國政府全面性的新權力 阻止美國對中共幾十億美元的投資 這項措施是一項更廣泛的法案其中一部分 這個法案內容還包括向美國晶片製造商提供520億美元 以幫助其擴大業務 對晶片製造業來說無疑是一個福音 對此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鮑伯·凱西 和德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等人 發表了一份聲明中說 今天發布的完善提案得到了兩黨兩院的支持 並解決了晶片製造行業的關切議題 包括規定了預期行為範圍 涵蓋行業 以及防止重複等管制等 簽署這份聲明的議員還有 民主黨眾議員羅沙德盧羅·比爾·帕斯克雷爾 共和黨眾議員 麥克爾·麥考爾 布萊恩·菲池·帕特里克 和維多利亞·斯巴茲 在此前 最初對境外投資提案遭到了反對 因為大家擔心 它可能會減少了美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 一些美國晶片製造商 反對將它加入參議院和眾議院立法者 正在制定著晶片法案中 這個限制對境外投資的措施 最初是由共和黨參議員 約翰·科寧 和民主黨參議員 包拔海西 作為獨立法案提出 但後來 被加入到眾議院版本的 更大規模法案之中 這項法案 包括了對美國晶片製造商的補助 用來對抗中共的快速發展 這項措施背後的理念 在拜登政府內部得到了支持 美國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 傑克·沙利文 此前表示 政府現在在研究新的投資審查措施 並考慮限制對外投資 以尋求讓美國 可以在技術競爭中 有更好的定位 美國榮鼎諮詢公司的一項研究說 在過去的20年 美國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中 有43%的交易 可受到最初提案所規定的廣泛類別審查 而近日 多家外媒報導 中共證監會 召集華爾街投資銀行開會 要求他和習近平主席 共同富裕保持一致 彭博社和《金融時報》 在6月13日 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 中共證監會 今年會在北京召集中金公司 中信集團 瑞銀 高盛等中外金融機構 召開了幾次 限制高管薪酬的會議 彭博社首先報導了這個消息 並在報導中指出 這是習近平政府 限制金融業的最新動作 報導引述了熟悉這件事的人士的觀點 表示中共監管機構 今年在上海和北京 舉行的會議 警告這些銀行家 不要給高管過多的獎勵 否則 就有機會觸犯共產黨的規定 知情人士認為 證監會召集這些討論 就算不算是史無前例 也是對監管部門 對外資銀行人士決策來說 是一次極不尋常的干預 證監會告知出席會議的高管 要保持薪酬和共同富裕的議程一致 彭博社說 這個跡象顯示外國金融機構 正被處於 和本地同行有相同的地位 《金融時報》也報導指出 證監會和相關行業協會 已經指示了本地和外國銀行 限制高管薪酬 這樣表明 習近平在今年關鍵的 共產黨代表大會召開之前 也加快了推動共同富裕 由於習近平預計今年秋季 將獲得前所未有的第三個五年任期 成為黨和軍隊的領導人 一個不願意透露名的 中共政府政策顧問 向《金融時報》透露 習近平對金融業非常不滿 對這個行業來說 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刻 業內人士擔心北京這個舉動 將會進一步割裂中國和國際市場 一個不願意透露聲明的 駐上海高級投資銀行家 對《金融時報》表示 薪酬、獎金和其他激勵措施 是金融機構的內部事務 而監管當局是沒有必要控制的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金融學教授》 麥克爾·佩蒂斯 也提出警示 如果北京執意 要拉平中外金融人士的薪酬 只會加劇中國 和全球金融體系之間的分裂 關於這個警訊 雖然在公開場合 華爾街的高管仍然在說 他們一如既往地致力投資在中國 但私底下 他是越來越多的高管 對他們在中國發展的近期前景 表示懷疑 代表了華爾街的大家 擔心起中共的共同富裕 實際上 因為中共一直沒有開放銀行業 全球六大銀行 在2021年 中國的收入 只有4200美元 和他們在其他地方的收入相比 微不足道 彭博社對高盛、摩根士丹利 和瑞銀等公司的8個高級銀行家 進行了採訪 他們選擇了不透露姓名的情況下發言 以避免激怒了他們的上司、客戶 或者北京當局 在沒多久之前 6月10日的晚上 中共證券投資基金協會發佈了 基金管理公司職效考核 與薪酬管理指引 要求嚴格禁止短期考核 和過度獎勵 代表中共頒布行業新規 被基金高管的薪酬設限 規定說 職效薪酬的遞然支付期限不少於3年 遞然支付速度不應該快過等分比例 規定還說高管級人員 基金經理的遞然支付金額 原則上不少於40% 這個協會還規定 高級管理人員 應該將不少於20%的職效薪酬 購買自己公司發行的公務基金 他說這些準則的目的是為了控制 因為高管追求短期獎金 而引發的風險隱患和冒險行為 中共證券業協會 在5月也發佈了類似的指導方針 銀行家也提出 中共當局對薪酬的要求 只是其中一個擔憂 其他問題還包括許可證、招聘 和數據安全等 令他們最擔心的是 習近平將打擊共產黨 所認為的不良經濟和社會因素的運動 控制企業家已提倡共同富裕 在中共共同富裕的仿指下 中國國內的貧富差距不是縮小了 而是進一步被擴大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林彥 高慘編譯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香港 香港 世界 世界 香港 香港 世界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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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